众所周知,在假面骑士的世界里,披风却是强制了象征 今天阿凡就盘点一下那些偏是承担的假面骑士吧 1. 假面骑士银河 这时光TV就是主持人线的骑士 因为时空的扭曲,它迷失在了此世界,并企图毁灭成个宇宙 它的相貌不仅融合了四载和法爷,还具有无敌的披风buff 和正多新增长的假面骑士一样 银河在手朽时体现出了无敌的一面 出场就是暴打时光三阶 它的力量源自宇宙,具备操控行星的能力 所以它可以无视宇宙内的任何物质能量 不过同时,它还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它必须得依靠太阳光才能行动 另外,它的思想意识也是过于单一 导致这个极度敲亮的家伙 出场没活过两极,就被众人群无终结 2. 王全盖茨 它的变身者为时光的富奇 来自2068年的它,可以自由穿越时空 作战时,可以借用传奇奇事的力量 王全盖茨首次登场,是在2022年年时光的外传中 在对战一类中奇时,盖茨从海灯手里 获得了平成富奇的所有卡片 将它们融入成王全盖表盘 王全形态的盖茨是它的最强形态 全身红金相间,背后的披风是强者的标志 全身挂满代表平成富奇的表盘 其所有变望于一身,是无憋不齐的象征 在战力方面,它的实力不弱于重逢时亡 首次登场便使用全平成富奇奇 终结了一类中奇 3. 贾米奇的阅读 在地位的大后期,小魔王回到过去 将下一个表头交给阅读 让其能在现代阻止斯沃鲁斯 贾米奇的阅读 是阅读使用时空驱动器表头 变身的基本形态 此形态基本配色为黑白相间 头部的金色字母将新月和时钟交汇 不仅如此,还有着代表强者的披风 声音评成最后一个女性 她的实力不用多说 不仅能吸收太阳的攻击为自己所用 还拥有掌握时间的能力 不过尤其二五仔的身份 在最后大直战时 被斯沃鲁斯一掌拍飞 连新手宝无期都没有 4. 贾米奇的布拉德 他的变忍者为一能显刚 是创起剧场版正的反派 表面上是东都的知识 实际为雪族三人组一员的拟态 贾米奇的布拉德 是一能显刚通过创起驱动器 融合了龙我和其他两位雪族同伴的力量 变成了基础形态 整体轮廓与龙我的伟大龙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在配色上本人有压迫感 而且他也拥有着代表强者的披风 在实力方面可以玩越战斗的天才形态 但是在故事的最后 战斗和龙我融合解锁出创业形态 贾米奇的勇者 百集一级的玩家 首次登场于TV第37话 他的变形者是近飞彩 使用玩家驱动器 配合探索一场卡带变身的百集一场玩家 看着这身后代表强者的披风 就属于证明气实力强大 而在剧中 飞彩凭借这个形态 打破了自古对波左边输的定律 果然和对替定律相较下 还是新手保护器更强一点 6.凯悟奇开甲 首次登场是在TV的第32话 是凯悟使用战机驱动器 配合顺候定锁种子和极定锁种子 变身为大将军形态 全身以白色为基调 胸口雕刻着各类水果 因此被其成为水果拼盘形态 其披风外为黑内为红 此前代的凯悟能随意召唤出 所有种类的武装兵器进行战斗 且拥有操控海姆迷界森林植物 和预遇者的能力 后期凯悟在获得黄金果实之力后 拥有了全知全能的力量 属于真正的神明 随手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7.神主21 拍摄影者是蒂奇蝶的主旗 首次登场是在 世王和蒂奇联合的网剧中 小明哥变身前 通过触摸K属屏 拥换出全平成主旗 以及另一核的卡片 附在自己的身上 且都是他们的最终形态 此形态的地骑造型实在太过雷人 直接刷新了骑士民的审美 那照片强势的披风 以及头部两个加上版的遗照 我想每个十年二十年 怕是没人能接受 实力方面在网剧中 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开局随意放两个技能打完小怪后 就被冯魔一拳打死 这战里 忘了我都不想多说什么了 8.永奇 他变成者是W的反派骑士 是粉丝心目中的正男人 大道克吉 首次登场是在剧场版 命运的盖亚记忆体 剧中大的克吉 使用迷失吹动器 配合装甲的顺手中 产来的T2永红记忆体 变身成勇气的完全形态 此形态符合了很多人的审美 龙角分明的盖亚结构 壮实的技术线条 再加上巨大的披风buff 让勇气一登场 就给人带来威慑力 而且从设定上来看 勇气的实力真的是很强 自身不仅拥有可以斩动万物的匕首 还拥有令任何攻击 无效化的披风 最重要的是 他还可以一次性发动 26个T2盖亚记忆体的必杀技 在死亡中回归的勇气 曾一脚踹爆了几个意思人世界 可见实力不一般 当初要不是在和W对战的时候 把披风扔了 我想内场决战 他也不一定会输 以上就是阿风挑选的一些披风骑士 如果大家喜欢 下期我想给大家带来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我是阿风 我们下期再见